写一次针一共减三次 你看这边也一样 两边都这样的啊 你的前片也是这样的啊 前面月下也是这样 那么另外一侧呢 也是这一模一样的啊 好了一共减了六针 每个位置都减了六针 然后将你的剩下的所有针啊 你后背片剩下的所有针 直着向上直就可以了 明白了吗 这时候就不需要再减针 只在这个小小的位置间 因为你看它这儿就已经是直的了 对不对 好 现在这个高动一共多少呢 18厘米 从页下开始一直到你的后片完成 一共是18厘米就可以了 然后把它放在枝针上 停针等待着一会儿你支正面完成之后 迎来下一次的动作啊 那么前片是怎样完成的呢 同学们看啊 前片我们在页下的这个位置剪好了针之后 这三针也剪完了 然后隔一行剪一针剪了三次也剪完了 那么剪完之后剩下的针就一直向上直着织了啊 向上直这个过程当中高度 也就是向上我们一共给它支了十厘米 从哪算呢 就是从页下你开始剪针的位置算起 到这儿啊 向上一共支了十厘米的时候 别忘了我们要开始剪领口 就是它这个弯弯的这个地方啊 领口的帧数 我们首先在领口的位置啊 它总的帧数一共是被剪去了二十七针 首先我们要平收领口的正中间的这位置 一侧的啊 十二针 明白了吗 剪了十二针啊 剪了十二针之后 我们每两行剪三针剪一次 然后呢 我把它铺的更平淡些啊 同学们能看得更清晰一点 每两行剪三针剪一次 就隔一行剪三针啊 剪了两次啊 然后隔两 每两行剪两针剪两次 每两行剪一针剪两次 就隔一行啊 所有都是隔一行这样剪的 明白了吗 好 同学们把这张图剪下来啊 剪完之后 剪下的针数接着向上支 如果跟后背片一样高了 好了 这时候就要取相同的针数啊 后背片 假设你前边剩了十六针 那么后背片也取十六针啊 然后在两个针数之间 我们是因为你原来是留针的啊 把它们所有的针数放在一起 对头缝合 就是三根针支缝在一起 另外一侧 相同的情况啊 剪针也一样 也是这儿剪十二 然后隔一行剪三针 隔一行剪两针 隔一行剪一针 都剪两次 也是缝合 好了 缝合好之后 就来到了下一环节 袖子 袖子的织法相对来讲 非常非常的容易啊 sorry 领子没讲 领子我们要用八号针啊 将你这一圈所有的针 可不是环形之啊 你是往返之的 你要将所有的针数都给它挑出来 挑出来第二行的时候 要给它 如果多的话 你就要减 就要减 如果少的话就要加啊 给它控制的一百零一针 假设你挑出了一百一十针 那么这九针啊 给它均匀的减去就可以了 明白了吗 一百零一针 我们用八号针 就是这个细针啊 往返向上 往返向上 这是多高呢 就要给它向上支 四厘米 然后收机器边 你的绣边 另边就已经完成了 完成它之后 我们就要进行 袖子的编织了啊 可能同学们这个时候 看到了这个整体的花纹喜欢啊 看我一直没讲这个花纹 给大家看一下这个花纹的截图啊 叫门巾花纹 看到了吗 包括一部分 它内部的那个锁链针啊 左侧是锁链针啊 右边就是你看的 那个网格装的花纹 中间的这部分呢 就是那个鱼骨刺的花纹啊 好 好了 同学们看啊 我们完成了整体的部分 然后钮扣直接就钉上就行了 你不喜欢这样钉 也可以跟这啊 钉五个或者七个钮扣 直接给它扣成普通的啊 这样的一个 开衫的样式都可以 好 我们现在来讲它的袖子部分啊 袖子是从一头 从这儿起的针 起完针以后 环形着用你的八号针啊 一路起了四十针 环形向上 钉的同样是我们的 一针翻楼纹 这四十针可能是一圈啊 一圈四十针 好 线上钉的高度 一路起了三十厘米 钉完三十厘米之后 注意了这个位置啊 我们要给它统一的加至八十针 四十针到八十针 每一行 每一针都要加针 由四十一行之内 给它变到八十啊 变完八十之后 我们就给它钉正针 这正针环形的向上针啊 然后它这个位置的高度 一共是十五厘米 整个过程不需要再次加针了 因为已经足够了 好 到了十五厘米之后 我们就要在它的叶部 袖子的叶部啊 统一的给它 这边剪三针 那边剪三针 实际上你是一下子 把这六针剪完了的 明白了吗 因为你只有这样剪 才能够把它从一个 环形针的状态 变成一个片状 往返了 因为这一个缺口 少了六针 在六针的两侧 两边这儿要剪针啊 怎样剪呢 每两行剪一针 一共剪十二次 也就是隔一行剪一针 在你的八针 这是你的六针 这是你剪的六针 六针的两侧 隔一行剪一针 隔一行剪一针啊 形成一个扣着的 马蹄的形状 但由于是抛袖 两侧 你在这十二针 隔一行剪一针 剪了十二次 都剪完了之后 你剩下的针数会非常多 没关系 直接收针 收完针之后啊 重叠着 就是一个压一个这样的啊 重叠着先给它缝一下 先缝一下固定好 再与正身的 绣拢的位置相 缝合 这样你的公主抛袖效果 就已经出来了 好 给大家看一下啊 扣子 刚刚讲了一小部分 如果你不喜欢这样的扣子啊 我们直接在这个位置呢 给它安排成 一溜的扣子都可以 但是同学说 那没支扣盐怎么办 不用支扣盐啊 因为你看 所有的位置啊 因为我们手支的啊 它是有一定弹性的 我们随便挑起来 一针给它往上 稍微拉紧一点 你看 一个扣盐就出来了 同学们钉的时候 不要钉太大的扣子啊 直径大概是 比一元 不是 一毛钱 我不知道大家现在还能看到吗 一毛钱的硬币啊 直径跟一毛钱的硬币差不多 就可以了 不要比它再大啊 如果再大的话 就必须要单独直扣盐了啊 你看这个 刚才都没有拉扯它 就能够直接从这个位置进入了 看到了吗 扣子 还好扣 对不对 好 你钉完扣子之后呢 然后自然这样扣上就可以了 同时你钉扣子的数量呢 钉成五个或者是七个都可以 甚至你觉得更多一点也行 但是不要钉双数 好了 这款作品 讲完了 如果你想针对这款作品 我们做一些更多的创意 一定要关注我们 同时进入我们的VIP编织大学的圈子 在这个圈子里边啊 如果你想为自己设计一件更合身的衣服 我完全可以帮到你 在那个大学圈里边啊 大家既可以得到免费的更多的教程 同时呢 如果大家喜欢我们的这些编织图书的话啊 实际上我们在出版之后 之前就已经把所有的图书都做成了电子版 就是一张一张的图片的形式 这些图书都可以免费的发给编织大学里边的这些VIP的成员们啊 你们要喜欢的话 任意要哪本都行 我们都会把这些免费的这个里面 它都是相对应的啊 这片彩页 然后这片呢就是它的编织方法啊 就跟这书是一模一样的 只是一个变 一个张图片的形式 你可以放大缩小 可以看得很清楚 可以这样看 明白了吗 好了 如果在编织大学圈里边 我会为大家啊 不光是提供这些设计 还有更多的这个跟编织相关的教程啊 甚至还有零基础的教程 非常希望大家能够进入这个编织大学的圈子里来 感谢各位